面对自然界的灾害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就是疏导永远重于防堵 最重要的我们要学习尊重自然 但奈何人类在追求幸福进步的同时 往往忽略了这个道理 于是你看我们占据了河川 我们砍伐了那些应该留下来的树木 我们吞噬了太多的海洋资源 如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自成恶果的下场 有没有哪些国家处理的还值得我们去学习呢 他们展示的人类的智慧跟团结 还是有可能挽救最后的希望呢 是有这么一个国家 就是欧洲的荷兰 它的地理条件其实很差 它是一个低地国 甚至低于海平面三公尺以下 但如今它却成为全世界 在展示对于自然灾害的治理 最佳的一个防范例子 我们来看看 阳光照应在南荷兰省的多德雷赫特 这是一处走到哪儿都如湿如画的欧洲小镇 这座荷兰古城不只充满浓浓的文化气息 因为地处兰茵河之流 以及多条运河交汇处 多德雷赫特更著名的风景 是人们如何与水和谐共争 大水来时沿河岸而进的房屋 会成为防洪堤防防止大水灌入陆地 城市设计特地融合水力功能 因为荷兰国土多数是填海而成 四分之一的土地都低于海平面 近年来气候变迁影响加剧 以多德雷赫特来说 居民面对的水患危机也随之倍增 因为当暴风来袭 海水会从出海口倒灌 此时包围着城镇的莱茵河等河流 若因暴雨带来大量降水 城市就等于被大水夹杀 近期在西欧发生的世纪豪雨 更证明大雨与洪灾加成的威力 已让淹水危机超过运期 七月中旬的一夜暴雨 家园风云变色 除了重灾区德国之外 比利时 奥地利 卢森堡到荷兰 无意幸免 然而在千人失踪 百人死亡的灾难新闻背后 却鲜少人注意到 地理条件相对劣势的荷兰 虽也面临极端降雨 但城镇没有一处被完全淹没 民众没有一人因洪灾丧生 卓越的抗洪成绩 对比荷兰长年来 必须雨水争地的历史 关键的防洪对策 竟然是反击倒行 这是一个游戏场 最初他们建设了新的房子 最后他们砍下河 拆坝迁堤 乍听之下有点不合逻辑 却是荷兰水患管理的策略之一 这个国家计划在1997年就着手实践 且称之为环地渔河 顾名思义就是要把人类在开发时 所用的土地还给河川 这一区就规划将房屋架高 让河川下游及沿岸地区 有更多的空间与能力 能处理水位升高及洪水滞留 但雨水相邻的居民 We feel very safe here If you look over there You can see that we're on the same level as the dike The water level would have to be really high for us to get wet feet 荷兰研究发现因暖化与地层下陷 沿岸城市的水患威胁也会暴增至少十倍 但当地四分之一的堤防 早在十年前就不足以应付洪水 当局甚至竹墙挡水难以置本 雨水共存数十年之后 策略在西欧洪灾中看见成效 但在欧洲用自然自己的力量抵御洪水 其实不只有河南有 走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里的这个小城镇 多年前历经一场洪灾 地上除了这棵老树 大水几乎带走了所有 此后消防员的例行公事 就多了巡逻社区的溪流和田地 凡有可能被洪水冲走的东西 都必须移走 因为这些木头石块 若夹杂于洪水之中 就连砖墙也会被冲破 加剧洪水带来伤害 而在德国区域防洪概念 逐步改变的同时 法国境内最长河流 超过一千公里的罗亚尔河 也要慢慢找回让河流调节洪水的能力 多年前当局曾想在这个河段开发大坝 但经过环团不断协商才作坝 因为现在让河道重生 似乎比重建河道还要有效 把自然还给自然之后 沉浸物中的种子就能在河堤新增 进而发挥固体饱土功能 而政府也逐步收购河岸旁的 小型工厂或农场 并砍掉多余树木 让河床得以扩张 只是气候变迁绝不止于暴雨 导致河川暴涨 因为逐年上升的海平面 已是长久隐忧 这也让河兰的治水工程 几乎没有松懈的时刻 因为摊开河兰地图 境内由莱茵河 斯海尔德河 和莫兹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地带 不止存在河道水患 面北海的三角洲 在风暴潮来袭时 更是首当其冲 美国媒体特地 以荷兰首位国际水务特使 搭上直升机普坎路特丹 这个白色的马士郎大坝 正是1953年 荷兰遭遇北海大洪水 酿成2000多人死亡之后 所催生的海洋恍惚 这些门口 对 它们大了 它们大了 它们像巴黎的巴黎的巴黎铁塔 但是它们有两个 闸门长300公尺 等同于巴黎铁塔的高度 这个堪称世界最大的移动式水坝 耗资5亿美元 早在24年前就已经启用 全天后有感应器监控 电脑若计算到海水有上升 3公尺以上的可能 就会自动启动实围浮桥的闸门 浮桥灌满水 重量增加后下沉到河床 就是抵挡大水的屏障 且为争取居民避难时间 闸门关闭前三个小时 就会发出预警 北海大洪宽之后 荷兰痛定思痛的治水 让国内超过半世纪 再没有人因宏患奉命 因为这些水利建设 是用万年遗余的标准来设计 增加防洪功能性 荷兰工程师刻意整合城市规划 改造卡特维尔这个海滨度假胜地 让城市高于海平面7.6公尺 避免未来的灾害发生 地面下甚至规划了一个 有700个车位的停车场 这些都说明 从荷兰到欧洲等多国 已经慢慢接受在气候变迁下 洪水也不可能 过去人类自诩人定胜天 不断开发以为能控制自然 到头来才发现 仍得借助自然的力量 来缓解灾害 一切看来几近讽刺 但愿美平地球的伤口 这些醒悟远远不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